大家好 我是Lianne 我們很久沒拍過Vlog 最近還有幾天是新年 回不到香港過年 想著這幾天拍一下我們在泰國的生活給大家看 我們現在正在去我們經常去的商場 就是Amquartia 不過我們今天晚了一點出動 現在是濕濕濕濕 我們濕了多久? 好像半小時都沒去到 在這條數距離停實了 我們在排到Amquartia的時候 已經聽到武師的聲音了 是不是開張呢? 去樓下的Counter市集 希望待會看到 可以感受新年的氣氛 有啊 在哪裏? 是呀! 我們2位了 可能不開幕啊 這個位置 看不到 拍到 大家聽不聽到嗎? 現在還在這裡拍照 我們還在這裡拍照 我們終於來到 這個十多分鐘車程的地方 我們最終應該算了 剛才找車位 找了很久 整個小時才來到Amquartia 真的 我還想馬上衝進來看 看那個武師 還在不去 應該已經離開了 不過我帶大家看看 這個新的子集 他剛才應該是因為開幕 所以找了武師 他放了一個Counter 是因為新年而設的 一些很中式的感覺 有些新年的氣氛 讓大家感受一下中國的節慶 有些場景位給大家拍照 有些場景位給大家拍照 我剛剛點了這個 它是薑汁 然後它是雪糕 再加湯圓 是一個Fusion 我覺得挺有趣的 試一下 I'm sick of daydreaming I just want the feeling of you in my bed I'm down to just waste time right below your waistline want you by my head I'm down with all this face time neast in the low time baby you're always running in my mind I'm sick of daydreaming I just want the feeling 你去剪頭髮嗎 你去剪頭髮嗎 你一行一行進行 這個新年前必做的剪頭髮 好嗎 你不覺得遲嗎 這裡的一間Baba Shop CraftMan 裝飾很美 已經是你的整容前 我感覺好像Edan的河童鹿 現在好像Edan的河童鹿 看你整容後的樣子 一樣 一樣 感覺如何 沒有 為何沒有感覺 沒有分別 跟香港那些不同 因為我本身進去 我就不知道這個是髮型師 我幻想 我也覺得不是 因為我們來過幾次 沒有見過裏面有師傅 每次都覺得很有型 這間店 我就想會不會坐著 通常都是一個有型人 好像KB那些 起碼都是那樣 即香港那些 即是髮型師 即是大大隻 然後我看到 咦 然後他馬上打電話 我以為他會叫髮型師 誰知道他又跟他剪 但他像不像平時 因為我沒有去過香港保安局 差不多 手勢也差不多 對 差不多 後面都可以 我看到他有補充 香港也是 都可以 時間都差不多 又不是特別慢 都可以 很快 我都算快 看你在香港去哪些 後座去貴一點 又會再長一點 貴一點 貴一點就再賣條紙 所以這個是差不多 正類的 好 再拍一下你的 景色 初學 很開心 好 我們去吃飯 很開心 我們來到我們一家很喜歡吃的韓國餐廳 我們稱之為大叔的菜 大叔的泡菜 其實它叫做 SEN NEN DONG 啊 是這個 SEN NEN DONG 在SUGUM PIT 63巷 在這裏 我很喜歡去這裏 因為裡面真的很韓式 我們現在進去看看 啊 熱鬧了很多 之前 哈哈 沒有 沒有啊 等一等 啊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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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嚇死我 原來以為等都沒得等 她是說等 對 咪咪咪咪 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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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一間 我們剛剛到泰國的時候 就住Airbnb 其實那時候很封閉 沒有什麼餐廳 沒有什麼食物 附近就看到這一間韓式餐廳 很韓國的電視 然後大叔和大嫂 就是 就是 啊 豬媽就是用泰文 用韓文去溝通的 那你進去的感覺 真的好像去了泰... 不是 韓國旅行 不停說泰國 但是 去了韓國旅行 那 那 所以感覺很好 而且那些食物 都是很... 真的很地道的 韓式的 就像去了 韓國吃 好像去了韓國 好像去了韓國 好像我們 所以我們就經常都來吃 我們就算搬走了 不是住在Airbnb 但是都經常很掛念大叔的菜 這就是大叔的泡菜 對啦 我們有時經過都會買一盒回家吃的 有些... 魷魚啊 蘿蔔啊 它有很多 很多款的 那裡面你叫一兩個菜 它又會... 好像韓國那樣 都給了很多很多款泡菜 謝謝 謝謝 但是全部都很多寫韓 然後博韓文電視台 其實這個全部可以聽到日本 韓文 再吃 吃 吃 韓國和泰國的完美結合 來了燒肉 燒豬肉 兩碟 還有一個雪龍湯 必點的雪龍湯 還未上 一會兒介紹給大家 然後它也有很多泡菜的 這是大叔的菜 要介紹韓國和泰國的混合版 你試一下是不是這個青木瓜泡菜 應該是青木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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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泰國才有 這個就是傳說中的雪龍湯 好正啊 要點是要很多鹽 加點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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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試試 好爽 當時是連lockdown 沒有 只可以叫外賣 我們都會叫這個 回去Airbnb吃 我第一次吃雪龍湯的時候 之前第一次在韓國吃雪龍湯 下著雪 人很冷 又很眼睡 好像 那晚是那些 凌晨機 又很餓 走進一間雪龍湯吃東西 然後喝了一口雪龍湯 哇 人間美味 那一刻 對雪龍湯有超大的情意見 最後說完這個 我就會狂吃 這個就是 辣炒八爪魚 很鮮味的 很多很多材料 很多八爪魚 然後有很多大籽粒粒 很鮮甜 它的醬也很濃 讓你們試一粒 這次是魷魚還是辣魚 八爪魚 八爪魚 我們現在不說了 要吃了 喝完了 我們全部都清潔了 哇 現在很高興 超級爽 很完美 大家好 今天是連鴨飯 我們今天約了一群 在泰國認識的朋友 吃團年飯 團年飯 吃中菜 我的朋友很好 已經打點了一齊 預約了什麼食物 還有拉餅 然後還說可以唱棋 而唱棋 就不是一般的唱棋 是Live Band的唱棋 這件事真的很老舊 想看看會不會拍到給大家看 我們現在安心出行 你幫我安靜 我會這樣自己 好啊 反正 我自己都會逃避 我會逃避 我不知道在哪裡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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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態健康 生態健康 生態健康啊 好啊 去年的時候你不是彈菜嗎 你都在彈 彈 彈一點 好乾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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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多謝大家看來這裡 所以片尾就再送多個菜單給大家 祝大家苦年 大家身體健康 快點可以自由自在去旅行 下條片再見 咱們 遮 district 咱們 咱們